我是一个家庭主妇,在我和郑妍结婚三周年纪念日的一个礼拜后,她出轨了,收到郑妍的床照时,我正抱着嬉嬉在医院排队给她打针,而发信息的人,是我的大学同学送镜照片里送镜盖着被子甜蜜的依偎在郑妍的怀里,仿佛挑衅地对我笑着。 看到这张床照,我整个人猛了。身体发出我没有察觉的颤抖,手机直接掉到了地上,郑妍不是在加班吗?我和宋靖大半年没有联系了,她什么时候和郑妍搞到一起了?满脑子的问题让我的脑袋忽然很疼,疼得像要爆炸一般,妈妈,你怎么了? 怀里的西西用苍白的眼神看着我,她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看着怀里生病难受的西西。 我的第一个意识是不能让西西发现异常,于是我急忙捡起手机慌张地对她说,没事没事,西西发烧39度退不掉,婆婆摆我了一眼,埋怨我没有照顾好孩子,然后继续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对于一个一直抱怀我没有能生儿子的婆婆,我也没指望她能帮我,只好在深夜一个人抱着西西打车去医院。 手机响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正言加班快回来提前告诉我,让我给她热一下晚饭,可是没有想到,是我的万劫不复,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我关了手机,强忍着冲动。 直到西西打完了退烧针打车回到家,将熟睡当中的西西安顿,好,我才敢偷偷打开手机,时间差不多十二点了,正言还没有回来,以前她也加班这么晚过,甚至到一两点才回来,但是今天,我不确定她还会不会回来,我强忍着难受。 再次打开了宋静的微信、对话框,再次看着宋静和正言的床照。 我彻底崩溃了,正言背叛了我,泪水不知道什么时候,爬满了我的脸庞,我第一时间感受到什么是切肤之痛,一边哭,一边忽然笑了,不是不痛了,再是想起之前婆婆说过的一句话, 我儿子娶了你这样的女人,没找小三你就偷着乐吧。 我不用偷着乐了,现在她真的找了小三,我和正言是大学同学,准确地说是同一所大学的同学,她是我的学长,遇到她的时候,她研究生正要毕业。 而我正大三在找实习公司,正言大我四岁,长得不算耀眼,但也算不错,而且接触下来人还算不错,更何况我也不是很优秀,只是长得还算过去。 成绩一直马马虎虎,光是找工作比起,同学们都显得不太顺,因为一个朋友的关系,和他们一起聚过几次,正言每次对我多有照顾,而我对他还算有好感觉,和他算是聊得来, 于是我们就这么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会和正言发展得那么快,在我们交往半年以后,就结婚了。 我们结婚主要是凤子成婚,我怀孕了,知道自己怀孕那天,我惶恐地问正言怎么办,我还记得他沉默了几分钟以后,紧紧地抱着我说,小柔,我们结婚吧。 没有婚礼,没有彩礼,就这样,我成了正言的妻子,但即使如此,我的婆婆依旧对我非常不满,用她的话,是我高攀了正言,没让我倒贴就不错了。 她说,这话是有原因的,正言是这座一线城市的本地人,而我的家乡是外省的十八线小镇,正言是研究生,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二本。 我知道,婆婆看我不顺眼,但是为了正言,我选择了忍受,还安慰自己,她说的也确实都是事实,因为和正言在一起,就怀孕结婚了。 从毕业开始,我就没有上过一天班,可是婚后,因为生的是女孩子,婆婆更是从来都没有帮忙照顾过孩子,除了一个人带孩子之外,我还要洗衣做饭,拖得给她的狗洗澡。 我成了一个家庭主妇,我的朋友苏青打去说,正言,这是找了一个免费的保姆,夜离我委屈地,偷偷地哭过。 但一想正言,也挺上进在外辛苦,挣钱,我在家照顾一家老小,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甚至有一次我意外听到婆婆和正言的对话。 婆婆,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娶这么一个要长相没长相,要背景没背景的女人,回来连个孙子也给我生不出来。 正言,妈,你觉得小柔很适合当老婆吗?任劳任怨,勤俭持家。 婆婆的回答是一声冷哼,而我也听明白了正言之所以娶我,只是因为我适合做老婆,不是因为爱我那一天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但是那时候,刚刚怀了嘻嘻,为了孩子,我选择当作没有听到,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正言会出轨,还是在我们结婚三周年刚刚才过去的一个礼拜之后。 虽然那个三周年纪念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是多买了一份纪念蛋糕,原来我一味地退让,并没有让他们觉得我是值得珍惜的老婆和儿媳,反而是他们变本家立地欺压我的一厢情愿。 换来的原来是可笑,想起这些年来受的委屈这一夜,躺在西西身边,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带着西西悄悄地回老家去,一边想一边眼泪滚滚而落,结婚三年,我为她哭过可是从来没有哪一次这么绝望,但这个想法刚刚冒出来, 下一刻就觉得不甘,为了这个家庭,我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现在是正言,背叛我凭什么灰溜溜的人是我,我绝对不能便宜了这对狗男女,就这样。 心里,从委屈到不甘再到,愤怒,最后,我才渐渐擦干眼泪让自己冷静下来,再次盯着这张床照来看,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 从正言,闭着眼睛的姿态来看,她应该是睡着了,而宋静特意凑到她跟前,这应该是偷拍地回想起,大半年前和宋静的意外,偶遇现在想来,当时宋静。 看正言的眼神就有点不对劲,她们什么时候勾搭,又是怎么勾搭上的,我不清楚,但从照片来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正言默许,她和宋静想让这种方式让我主动离开,成全他们,二是正言确实睡着了,她根本不知道,是宋静对我单方面的挑衅,我不确定是哪一种情况,虽然哪一种情况来看,对我都是极大的伤害,但每一种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情况, 于是我死等,凌晨两点半,正言终于回来了。 为了看看正言是什么反应,我没有主动理她,抱歉,这个客户太难搞了,一直喝酒。 这就是正言对我一晚上等待的回答,喝,如果不是宋静的微信,我可能像以前一样,心疼地为她煮宵夜,既然正言没有捅破, 那就是宋静单方面的挑衅,于是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像平常一样,温柔地问她累不累,正言点了点头,然后就去洗澡。 自始至终,孩子,她连看也没看一眼,她从来没有嘴上抱怨过我生的不是儿子,但她心里和她妈一样嫌弃,我一直都知道,趁着她洗澡。 我闻了闻她的衣服,发现没有任何的意味,我不知道这是正言和宋静第几次上床,但是她的表现毫无破绽,男人的演技,不颁发一个影帝,太对不起,塌了,她越表现得镇定,我的心越是如刀割般痛。 果然,一直是我太傻了呀,想到这里,我的心呕出了,邪,我会成全你们,只是在这之前,我不会那么便宜,你们为了家庭我可以忍受,但前提我们是一家人,如果这个家庭不存在了,那么你们给我的伤害,我会统统还回来。 第二天,正言照常上班,去年她辞职和朋友一起创业,失业不温不火。 但比起她之前,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强一些,前几天听她说最近公司出了点问题,这也是她最近频繁,晚归的理由,但现在我不确定是她的公司真的出了问题, 还是她和宋静有时间苟且的借口,退了烧,西西也被我送到小区的幼儿园上学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我有的就是时。 前从幼儿园回来,我发现婆婆也已经抱着她的吉娃娃,溜了一圈回来,在她眼里,那只狗比她的孙女要金百倍,正言的爸爸去世得早。 婆婆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再找个老伴,其实我知道,她和隔壁那洞的牢里头经常去跳广长舞,而且她特别听牢里头的话,我撞见过几次没人的时候。 她还喜欢主动用身体蹭牢里头,那妇产妹的模样,和在我面前冷着脸的样子重合时,我怀疑她都忘了自己,六十了,你干什么去啊? 见我要出门的样子,婆婆一脸冷漠地看着我,妈,早饭,坐好在锅里,我出去办点事,正言最近老是加班喝酒,我去买点东西,顿顿给她补补身子。 为了不让她起疑,我像往常一样温暖地对她笑笑,我确实要出去办点事,但买东西只是我的借口,我要去找送镜,我当然不是去泼送镜硫酸,那简直太愚蠢了。 虽然我有过这样的念头,我就是想当面问问她到底想干嘛,说起来,上大学那会因为是一个宿舍的,我们还算是朋友。 不过是那种,她经常使唤我,拿我当根搬用,我有什么好东西,她都想借来用用,用着用着,就成她的了,这也是为什么认知正言,之后我就渐渐和她不怎么联系的原因。 正言是我第一个男朋友,我怕送镜看到以后,也想拿来用用,没想到这么多年,送镜还是苟改不了吃屎,到底是没有躲过这一劫。 大半年前在一家商场偶遇的时候,我记得她当时说她就在那个商场上班,虽然她没有说她具体做什么,后来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但我决定先去那个商场碰碰运气。 其实那次重寓一开始,我并没有认出她来,虽然还是和上学那会打扮的妖娆妩媚一样,但她应该做过整形,典型的网红脸,来到商场时。 时间还不到九点半,一般商场十点才开门,我特意在商场的职工入口不远处找了个靠窗的咖啡,位置坐下,果然不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宋静的身影,和我设想的怒气冲冲走上前去质问她的情形并没有发生,我愣在了原地,因为宋静不是一个人,她穿着一身性感的小黑裙。 从一辆黑色路虎的副驾上下来,片刻之后,主驾上下来一个身材肥胖一脸横肉的男人,那男人应该有四十出头,满脸宠溺地对宋静又亲又抱之后,宋静才恋恋不舍地和她挥手告别去上班,看到这一幕, 我整个人的大脑有几秒地放空,什么情况,宋静已经结婚了,还有她昨晚不是和郑妍在一起吗? 但冷静下来之后,我就想通了,虽然那个男人看上去挺有钱,但他又老又丑,宋静这种人,为了钱结婚很正常,碰到年轻帅气的郑妍,干柴烈火,也正常,一想到他和郑妍的床照,我就觉得恶心, 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就更加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发给我向我挑明他和郑妍的关系,是和郑妍睡过之后,发现对他才是真爱,郑妍正在创业,名片上,印的也是。 CEO虽然公司真实情况水深火热,但以宋静肤浅的见识,加上郑妍要是有心骗他说自己现在身价不菲,倒是很有可能,越是这样,我越是不会让你们得逞,想到这里,我鬼使神差地朝宋静跟了过去,经过一上午的观察,我对宋静的情况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他是一个化妆品店里的售货员,但是他卖货很不上心,经常主动找另外几个售货员聊天,有时候拿着包,有时候指着自己的项链,应该再和那几个售货员炫耀什么,但他应该人缘一般,因为另外几个售货员在他转身之后,经常对着他的背影翻白眼, 想到刚刚送他来的路湖,老公开的至少百万起步的豪车,可他怎么还当个售货员呢,趁着他换衣服出去吃午饭,我假装进店买化妆品,手店的其中一个售货员,接待了我,咦,静姐不在啊。 我上次在静姐那里买的,我假装是宋静的客户,然后故意话里话外嫌弃他坑了我,结合刚刚他也对宋静的翻白眼, 果然没一会,就成功将他拉进了套,他先是跟我一起,吐槽了一下,宋静的工作,不认真,后面见我喜欢听他说宋静的不是,加上我一直对他推荐的产品表示喜欢, 兴许是投我所好,也加上一直的不满。他越说越激动,姐,你也不是外人,以后来店里直接找我,人家,宋静根,本不差这点提成,你也应该见识过他的服务吧,我跟你说,不止你一个客人,说他服务不行哦。 我见凤插针,是不是在家被他老公宠坏了?听到我的话,售获员一脸鄙,呸包养,就包养,还老公,臭不要脸。 我跟你说,姐,我上班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么多不要脸的女人,被人包养就包养了,也不好好待在家里,偏还要回来上班, 为啥还不是想找人显摆他身上那点东西?而且你是没见过那个男人,还好意思开口,叫老公,也就他能吓得去嘴,真是又老又丑。 离开商场时,我特意在他那里买了两万块钱的化妆品,虽然那是我几乎全部的积蓄,但他的话让我很满意,宋静原来不是结婚了, 是被人包养,怪不得有闲心再出来勾搭郑炎,虽然不知道他和郑炎是什么时候在一起,又是怎么勾搭上的,但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知道这个情况。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趁下次他们偷情的时候,告诉宋静的金主,让他将这对狗男女捉奸在床,到时候少不了,将他们一顿暴打,我还不用出手,可是转念一样,那样太便宜,他们了,我的家都被毁了,他们只被打一顿,完全不能解我的恨, 我让自己冷静下来,再做打算,不将他们全部毁掉,我绝不罢休。 杰西西放学回家之前,我买了一些补品,一如往常一样,做好饭,煲了个汤等,正言,正言,今天没说,加班, 但他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却很颓废,我并没有心疼,他,我以为是他这些天,和宋静意外地被掏空,但为了掩饰我的异常,还是准备对他关心一下,结果没等我开口,婆婆已经心疼地看着他,掩耳。 这是怎么了,没休息好,还是工作太累了,怎么这么憔悴啊? 正言看了看婆婆,又看了看我,只是说了声太累了,便没再多言,正言看我的那个眼神, 我不知道是愧疚还是心虚,婆婆却白了我一眼,你啊,也知道,剪点着,累坏了我儿子谁挣钱养这个家,靠你啊。 我当然知道他话里指的是什么,呵,他不知道,我和正言已经半年没有夫妻生活了,之前是他不碰我,但是现在,我不想碰他,现在看来,也许半年前,他和宋静就已经勾搭上了, 我花了几天时间监视,因为要接送西西,一般也只能白天,但是还好,他因为被包养。 那个男人有时候也是白天来找他,一周之内只有一次是晚上过夜,也就是这几天的时间,我基本摸清了一些情况, 那个男人一周之内找了他三次,都是去的同一家五星级酒店,我远远地跟着他们进去过,是固定的一间房,他们从来没去前台,拿卡,应该在酒店里包了一个长期的房间。 每次男人来的时候,就直接接送镜下班,他们一般先是去逛街,送镜买各种名牌,从包包到首饰,而男人也都不眨眼地刷卡,然后就直接去酒店,看得出来,那个男人很宠他的确,如果不是他有钱, 依他的长相,可能送镜看都不会多看他一眼,而期间第四天的时候,我还意外发现了他和郑妍约会的证据,当时他也是接了电话,就下班,我还以为是他的,金主昨晚不过瘾,今天继续,结果就看到了,他扑向了郑妍的怀抱,他们没有去送镜长去那家酒店, 而是吃了个简单的午饭,之后,郑妍在附近的酒店开了个房,看得出来,宋静也不敢让他的金主知道他又在外面偷吃,我猜郑妍应该也不,知道宋静的真实身价,互相欺骗,才能保持亲密关系,是成年人心照不宣的约定吧, 比起第一次的床照,躲在远处亲眼看着他们的苟且,我心里更加悲愤,那种赤裸裸的背叛,让我的心里生起的那团火烧得更加炙热,更加可笑的是, 不知道宋静是不是对上次发给我的床照没有得到回应有所不满,当晚他直接给我发了一个正言洗澡在裸照,我一定让你们付出比你们想象还要大的代价,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删掉微信信息,晚上在沙发上我依旧温柔地给喊泪的正言揉肩垂背,那可是他在别的女人身上卖力的泪啊, 我在心里冷笑,虽然摸清了一些情况,但我还是没有想好如何报复他想到那个金主,我的脑海里灵光一闪, 很显然,宋静的金主每次也是偷偷来找他,那么他应该成家了,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如果拉上金主老婆的话,两个人一起商量,迎面应该更大一些, 在找金主老婆之前,我决定先准备录一些证据,省得到时候他以为我是骗子,最好的办法, 当然就是在他们长期包的酒店里装上监控直接录下来他们苟且的行为, 但我一个弱女子进酒店装监控太不现实了,我想到了另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我买了一个行车记录仪,这种东西不但可以录像,还可以录音, 有一次我跟着他们的车时,发现车子在上酒店之前,在地下车库就已经震动了起来, 很显然,不是金主饥渴,就是送镜发骚,在车里他们就安耐不住了, 撬开金主的车进去,装行车记录仪同样,不现实,但至少可以装在他的车上, 到时候录下一些声音就够了,于是趁着金主再一次带送镜上了酒店的包房快活时, 我来到了他的车旁。 直到我将行车记录仪按照说明书装到车底时, 我才知道,原来女人比想象的还要勇敢,做好了这一些, 我让苏青帮我查一下金主车牌的信息, 好方便找到金主的老婆。 苏青也是本地人,虽然是她只是一个网络写手, 但是家里还是有一些关系,她也没有问我查, 这个干嘛,只说过几天给我消息。 以前郑妍通过我找她,帮过一些忙, 估计她还以为是郑妍的事, 回到小区时, 时间还早,我也不想回家, 现在看到那个家, 我就一阵恶心, 来到这个家三年, 当了三年的免费保姆, 就算了,到头来, 他们连我的人生都要摧毁, 将我毁灭, 越想越是委屈, 我决定在楼下的亭子里坐到嬉戏放学的时间。 然而, 没走一会, 发现不远处的另一个偏僻一点的凉亭里, 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婆婆正在和老里头紧紧地靠在一起, 偷偷摸摸不知道在搞什么, 臭不要脸, 老里头的老婆还没死呢? 一对老不正经的东西, 想着拍一些她勾引老里头的视频到时候, 让她在小区晒晒脸, 于是我趁着没人注意, 悄悄猫着腰躲到了他们身边的灌木丛里, 可是没有想到, 我的手机还没拍, 就有别的意外收获, 老里头, 这可是我的全部, 积蓄你确定没问题吧? 骗你干嘛, 我这五十万, 刚刚收到的十万, 一个月十万啊, 昨天刚给我送过来的现金, 不是给你看了吗? 要不是和你关系好, 我才懒得告诉你, 你不想赚钱就算了。 行行行, 我相信你, 我这不也是担心安全问题吗? 什么安全问题, 人家可是我一个远房外甥说是刚推出的理财产品, 在保险公司有内部消息, 能会骗我? 好好, 等收到钱我请你吃饭。 理财产品, 一个月百分之二十的收益, 听到这些, 我算是明白了, 原来是在做发财梦, 如果在以前, 不就算在以前, 我也不会提醒她, 婆婆不知道是不是要赚钱了, 晚上回来的时候, 心情特别好, 正言却和婆婆完全相反, 比起前几天的憔悴, 今天的她不但憔悴, 还很沮丧, 然而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婆婆依旧抢在我的前头, 心疼她的宝贝儿子, 她的孙女发烧生病, 她却连看也不看一眼, 正言直接瘫倒在了沙发上, 沉默了一会, 终于说出了一个晴天霹雳, 不是她要坦白和送敬的事, 而是真的出了大事, 公司出了点事, 搞不好要倒闭了, 如果在昨天, 以前我一定慌乱, 紧张, 正言是我们一家的支柱, 公司倒闭了, 那我们真的要喝西北风, 但是现在, 我在心里只是冷笑一声, 报应, 您也不要太累了, 大不了咱们再像以前一样, 重新找工作上班, 我装作贤惠的样子宽慰, 她婆婆也点头赞同, 正言却冷哼, 一笑, 说得简单, 之前为了创业资金, 房子也抵押出去了, 如果这次处理不好, 不但咱们的房子要被收走, 可能还要背上一大笔债务, 一听说, 房子要被收走, 还要背上债务, 婆婆有点慌了, 那咱们不是无家可归了, 炎儿,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正言没有再回答, 只是她眼睛里透出来的神情, 像一只丧家之犬, 因为这个消息, 一顿饭吃得食之无味,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言和宋静 没到真爱那一步, 还是她需要的数额巨大, 按理说宋静这些年来 应该有不少积蓄, 可以帮一帮正言的, 我以为这是老天对正言的惩罚, 但冷静下来, 我的心凉了, 现在还没有离婚, 如果真的欠下债务, 我也一样要帮她还债,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 我觉得上天对我太残忍了, 我的丈夫出轨负债, 我还要帮她擦屁股, 我一定要在此之前, 先给他们一个教训, 等了两天苏清给我发来了 宋静金主的消息, 车子主人名叫张扬, 地址和电话都有详细的信息, 时间紧迫, 我也不能再等了, 我打开手机, 准备听一下录音里有没有什么收获, 去再找机会和张扬的老婆联系, 我买的是一款可以和手机直接联网的行车记录仪, 不用取回卡, 就能直接查看信息, 然而在打开听完里面的内容之后, 我却吓得一身冷汗, 刚开始, 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电话声, 以及张扬和车里的不同人聊天的话, 在我以为这两天他没去找宋静要失望时, 忽然, 一段对话让我冷汗直冒, 明天晚上七点去收获, 一定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老大,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心里有数, 嗯, 你办事我放心, 但是老大, 这次怎么安排在商场, 不怕人多眼砸, 最危险的地方, 才是最安全,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对方观察了很久, 说那里最不容易被警察注意, 明白了, 收了货我还去老地方找你吗, 不这次拿到货先放在你这里, 三天以后我会联系你, 交给谁, 记住, 一定藏好, 老大, 不瞒你说, 每次收的货我都是放在这里, 有你的, 座位下面开了这么一个洞, 我都没感觉到一点异常, 真的不需要我叫两个兄弟和你一起吗, 老大, 人多眼杂, 反而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两次都是我一个人, 反而干净利索, 或警察, 听完这段对话, 我才发现我的被挤冒了一身冷汗, 有一种正在看警匪片的错觉,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个送进的金主是个黑社会, 我心里一阵后怕, 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找机会拆除我装的行车记录仪设备, 不要被他知道之后杀我灭口, 因为这个录音, 我当然没有去找张扬的老婆, 有一种卷入了一种随时会被杀掉的大案当中, 冷静下来之后, 第二个人念头是报警, 但是刚按下一个数字, 我就停了下来, 不行, 至少现在不能报, 还不确定张扬到底是干什么的, 如果报警, 他很容易就查出来是我, 就算他真的是犯了案子, 被关, 出来以后, 肯定第一个也是找我报仇, 这绝对不行, 越想我越害怕, 越害怕越不知所措, 在这种紧张凌乱的情况下,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在不断闪现, 如果被他知道了是不是就会灭口, 如果被他知道了是不是就会灭口, 灭口, 那如果被他知道, 他的祸出现在正言和送境的身上, 他们会不会被他灭口, 这个念头一闪现, 我反而没那么不知所措了, 甚至这一刻, 我彻底冷静了下来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如果他收完了祸, 他的祸不见了, 在他着急的时候, 发现祸在送境那里, 最好当时送境和正言在一起, 我被这个想法震惊了, 而震惊之后, 我不再是害怕, 反而想的是他的祸如何出现在送境和正言那里, 又听了一遍录音, 之后, 我整理了一些信息, 他是一个人去收货, 收了货就藏在他车里的座位下方, 而收货的时间是晚上七点, 那个时候天已经差不多黑了, 也就是说, 其实想要拿到他的货并不难, 只需要趁他不注意, 打开他的车门偷走就行, 有什么办法让他的车停下来还不锁车门呢, 除非是什么紧急情况吧, 紧急情况出车祸, 想到这个主意, 我马上拨通了苏青的电话, 苏青,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苏青, 有屁快放, 帮我制造一起车祸, 苏青, 一个小时以后, 我在一处公园的角落, 向苏青交代了要制造车祸的原因, 我当然没有告诉他真相, 这种事情, 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 我向苏青撒了一个谎, 一个让他义愤填膺, 不容拒绝帮我的谎, 不瞒你说, 前两天我出事了, 你没问我为什么让你帮我查车牌吧, 实话告诉你, 我被那个车牌的主人非礼了, 他胆子很大, 直接猥亵我, 虽然没有做什么更大的事, 但他拍了视频威胁我, 你不用劝我报警, 我想过这个念头, 但是你知道的, 报警就一定会被正言知道, 就算最后他帮我一起处理了这件事,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他心里也会介意, 成为一个疙瘩, 一根刺那样, 我的生活就彻底毁了, 我没有别的要求, 只要拿到他的手机, 我删掉那段视频就好, 苏青, 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 听完我的话, 苏青果然怒意滔天, 这个人渣交给我, 之后, 我告诉苏青张扬明天七点多会从某商场出来, 到时候他意外撞上去, 纠缠着他和他理论, 我趁机拿出手机删掉里面的视频就好, 苏青点头保证, 然后他心疼得紧紧地抱住了我, 虽然我说谎骗了我在这座城市唯一的朋友, 但我并没有内疚有的, 只有感动这个城市, 也只有这么一点友情, 支撑我走下去了, 我很害怕, 但是既然决定了没有退路, 我甚至内心阴暗地想, 也许老天就是想让我这样惩罚这对狗男女, 第二天, 我提前交代幼儿园的老师告诉他有事晚一点, 才能接西西告诉婆婆和郑妍晚上约了苏青吃饭, 婆婆还沉浸在发财梦里, 对我根本没有在意, 六点打车过去, 我假装逛街, 眼镜却一直在搜寻张扬的身影, 这个商场不在市中心, 位置有点偏, 但人流不少, 此时已经下班高峰, 人越来越多, 终于六点半左右的时候, 我才在五楼的一家靠窗的西餐厅看到了他的身影, 我在他的不远处的奶茶店坐了下来, 用假装自拍的方式盯着他想起警匪片里的一些情景, 开始不住地紧张起来, 我不知道面对的到底是什么, 我甚至抱怨郑妍, 好好的日子, 不过将我和我的人生推到了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步, 而越是害怕, 我对郑妍的恨意越浓, 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七点的时间很快到来, 有两个年轻人出现在张扬旁边的位子, 坐了下来, 但他们没有点菜, 而是将一个小黑包假意放到了地上, 之后就离开去厕所了, 他们离开之后, 张扬假意低头, 捡起了那个小黑包, 就匆匆离开了, 这和电影离演的某些交易一模一样, 我知道他直奔地下车库离开, 也急忙走出商场, 找苏青回合, 好在这个商场只有一个出口, 没过多久。 张扬的路虎就开出了地下车库, 苏青递给了我一个眼神之后, 在一个路口转弯处, 狠狠地朝他的车撞了上去砰, 宝马和路虎撞了个满怀, 你怎么开的车呀, 没长眼啊, 看把我的车撞得下车下车瞎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帮我出气, 苏青不但撞得很, 骂得也很张扬, 被撞还没被骂, 我看到他也骂骂咧咧地下了车, 你他妈有病吧, 你撞我你没看到吗, 看给我撞成什么样了。 苏青本来就是故意找茬, 替我掩护他, 发挥了他, 作为一个作者, 最大的骂人词汇量, 一直牵引着张扬的视线, 而苏青的大嗓门, 也成功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 我急忙从后座下来, 弯着腰朝张扬的车爬了过去, 果然,他没有来得及关车门, 虽然很害怕, 但好在我知道东西被他藏的地方, 于是开始摸索。 几次张扬转头, 都是苏青给我掩护过去, 终于, 我在副驾驶的座位下面摸到了一个暗格, 打开了之后, 将那个小黑包里的一包东西偷了出来, 按照之前的约定, 我不再管苏青偷偷溜走, 一直打车快到小区, 我才急忙打开了录音, 想听听张扬上了车之后, 有没有什么发现, 庆幸的, 是, 他还没有发现或不见了, 只是一路都在骂遇到个神经病, 赔了三千块钱, 和我预测的一样, 以他身上的东西, 他肯定不敢让苏青报警, 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平复了一下心情, 我才找个角落, 打开了那个小包裹, 看清里面的东西时, 我再次双手发抖, 那是一包白粉, 张扬竟然在贩毒, 我从来没有想过, 事情会走到这一步, 满心的害怕和恐惧, 好像我的人生, 走到了悬崖边上, 可是我也知道, 走到这一步, 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我将白粉藏好, 又听了一遍确定张扬还没有发现货丢了, 才接了西西, 才装作若无其事地回了家, 张扬会在三天以后将货将给他的老大, 也就是说, 最迟只有三天, 张扬就一定会发现货不见了, 这种情况, 迟则生变, 我必须尽快将货放到宋静或者正严身上, 按照之前的习惯, 他明天会去找宋静, 我只希望张扬明天不要过夜, 他和他见过面之后, 货不见了, 后面又发现货在宋静身上, 我想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为了掌握情况, 第二天, 我一直在家里随时听着张扬的行车记录仪里的录音, 他确实在白天就找宋静了, 但这一次和哪一次都不一样, 接他下班之后, 他就带他直接去了酒店, 甚至在车上就开始有所动作, 我想这大概是他昨天办完事以后需要的发现情况如预期一样, 张扬没有过夜, 通过录音, 我知道他当晚有别的事, 在张扬离开之后, 我看了看时间, 才下午三点, 于是我拿起手机, 给宋静发了一个信息, 出来谈谈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一会, 宋静的信息回了过来, 喝, 终于沉不住气了, 赶到约定的咖啡馆时, 宋静已经坐在那里画了一个精致的妆, 优雅地喝着咖啡, 我特意约在他的酒店附近, 就是为了给他足够的时间准备, 宋静, 我们好歹也是同学一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见面, 我就摆出了一副受了欺负的弱者形象, 我本弱者, 宋静看到, 我来, 趾高气昂地对我冷笑, 不为什么, 就是想帮你检测一下, 你的婚姻中不忠实吗, 真遗憾, 答案, 有点让人伤心哟, 毁了我的家, 你就这么高兴吗, 我可没有心情毁了你的家, 我要是真想毁了你, 肯定找正言闹着不要你了吗, 你看, 我不是只发给你两张照片吗, 我也没做什么吗, 宋静对我的反应很是满意, 你到底想怎么样, 小柔呀, 这话应该是问你自己呀, 我只是发了你两张照片, 选择权在你吗, 要么, 你咽不下这口气, 和正言离婚, 对吗, 不过我听说, 你从结婚以后, 就没有工作过, 那是不是也没什么收入了, 要真的离婚, 你打算怎么办, 回你的湖南老家, 还是一边带孩子一边找工作呢, 要是你实在舍不得正言, 舍不得你们苦心经营这么多年, 有家, 舍不得你那只有三岁的女儿, 没有爸爸, 我发你的照片, 你就当没有看到吗, 往后呀, 正言再也出来完, 你也就睁一眼闭一眼, 过日子, 最重要, 你说是吧, 宋静的这番话, 就像一把刀刺在我的心上, 不但杀人, 还要诛心, 这一刻, 看着宋静的这副嘴帘, 我恨不得抡起椅子直接砸向他, 可是, 我忍住了, 我只是假装地摸了摸眼泪, 让自己看起来更委屈, 我什么都不再说, 因为我我说的信息越少, 事后, 他对我的怀疑就会越少, 宋静, 我求你了, 求你放过我, 放过正言, 让我们安生过日子, 好吗? 我的话让宋静果然更加满意, 我看到他已经开始得意地微笑, 小柔呀, 你又错了, 你要搞清楚, 现在可不是我缠着你们家的正言, 是他离不开我呢, 他说, 你不体贴, 不温柔, 只有在我的怀里, 他才能感觉到活着, 对了他还说, 明天还要来找我, 说着, 宋静忽然凑到我的耳边, 小声地说, 他说, 我床上的技术让他着迷了, 小柔啊, 做女人, 你都不懂, 怎么拴住男人的心吗? 听到他的话, 我的脸色苍白, 然后我泪流满面, 扭头就跑了, 我听到身后宋静的笑声, 无比的畅快, 无比的得意, 我是真的哭了, 有委屈, 但更多的是为了演戏, 而是我的目的, 达到了, 在宋静凑到我的耳边刺激我时, 我已经偷偷将一个普通的化妆盒装到了他的包里, 那包白粉就被我藏在盒子里, 在来之前, 我研究过宋静今天背的包包, LV, 迷你双肩包, 一般厚层的那个小包, 只做装饰, 很少有人放东西, 也就意味着很少有人将它轻易打开, 这样当然也不能保证宋静不会马上发现异常, 所以跑开之后, 我没走多远, 就躲在一个暗处一直盯着它,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我直接用电话告诉张阳, 他的货在宋静那里, 前两天, 我专门买了一张不记名的电话卡, 但那可信度不高, 如果是他的女人和外人合谋吞了他的货, 我相信到时候他们两个百口莫辩, 所以我也等不到他和郑炎明天才约会, 为了让宋静和郑炎尽快在一起, 我只给他们制造机会, 于是我给郑炎打了一个电话, 为老公苏青失恋了, 让我陪陪他, 我带西西一会去他家里, 今晚就不回来了, 你晚上让妈做点饭, 给你吃呀, 因为之前也在苏青家留宿过, 郑炎对此并不怀疑, 现在有了宋静, 我想他巴布的我不在家, 果然, 挂掉电话, 我就看到宋静的电话响了, 接了电话之后, 他笑得甜蜜, 我想, 刚刚羞辱完我, 郑炎就跑来找他, 这很让他得意, 期间他打开过一次包, 我揪起了心, 但还好他只是补了补口红一个小时以后, 郑炎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宋静跟前, 看着他们亲亲我我, 然后直奔酒店, 我一点都不难过, 甚至很庆幸, 宋静的技术这么好, 能让郑炎这么欲罢不能, 迫不及待, 像以前一样, 他们找的是另外的酒店, 看着他们开好了房之后, 我掏出了那张不记名电话, 卡装到了手机里, 按照苏清之前查到的手机, 拔了过去, 接通以后, 我特意变低了声音, 只对那边的张扬说了一句话, 你的货在西江饭店1503房。 张扬在电话里骂了一句神经病, 平白无故接到这种电话, 被骂神经病也很正常, 但是我相信, 他会去看下车里, 然后就明白的, 果然, 十分钟以后, 我通过行车记录仪里的录音, 听到了张扬骂娘的声音, 曹, 我的货呢。 为阿毛, 李洛, 是不是和你在一起呢? 半个小时以后, 西江饭店会合。 问那么多干嘛, 带上家伙。 听着张扬愤怒的声音, 我很满意, 一切都在计划当中, 在张扬赶来之前, 为了确保事情顺利, 我伪装了一下, 也在西江饭店开了间房, 多给了服务员三百块钱, 我拿到了1504房间的钥匙, 进入房间之后, 我打开窗户, 将之前买的另一个行车记录一用棍子 举到1503窗户旁边, 想查看情况, 可惜正言和送静还算谨慎, 他们关上了窗户, 拉上了窗帘, 不过好在, 还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声音, 此时, 设备里传来的, 是送静和正言, 喘息的声音, 我的合法丈夫, 此时, 在我的隔壁和别的女人, 做着苟且的事, 我以为我会愤怒, 但摸了摸心脏我才发现, 我的心此时, 一片冰凉砰一声巨响, 隔壁传来了一声巨响, 打断了那些喘息声, 然后是遭乱和尖叫的声音, 啊, 杨哥, 你怎么来了? 送静, 你抹个逼, 居然是你, 你居然背着老子在外面偷吃, 偷吃就算了, 还偷老子的货, 我问你, 老子的货呢? 什么货? 什么货? 给老子装糊涂怕, 啊, 杨哥, 误会, 误会呀, 啊, 别打了, 我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啊, 啊, 给老子, 搜, 把这里给老子翻了遍, 也要把货给我找出来, 杨哥, 货在这, 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 杨哥, 我真的不知道, 求你不要打了, 妈的吃老子的喝老子的, 看我怎么收拾, 你给老子把他们两带走, 杨哥, 不要啊, 杨哥, 杨哥, 砰房门关闭的声音, 走廊里断断续续传来尖叫声, 有保安和经理赶了过来, 但他们到来之后, 房间里只剩下了一片凌乱, 一切归于了平静, 贪坐在床上的我, 身体发出我没有察觉的颤抖,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被带去拿, 我急忙切换成张阳车底的行车记录仪, 听着里面传来的声音, 有两个滋滋无无的声音, 我猜正严和宋静应该被堵住了嘴张阳, 一直愤怒地骂骂咧咧, 好像还有耳光响起的声音, 直到半个小时以后, 我用手机查看到他们的车停到了西门江边的一处仓库里, 杨哥,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偷了我们的货, 要是让大哥知道的话, 正严失踪了, 他两天没有回家, 也没有出现在公司, 电话关机, 人联系不到, 所有人都以为他跑路了, 他的公司确实出了大状况, 资金链跟不上, 要么低价被别人收购, 折算下来依旧是亏近百万, 要么房子被银行收走同样背下上百万的债务, 哪一个选择他都有逃跑的理由, 想到之前正严在家里说过的话, 婆婆虽然不愿意相信, 却也没有怀疑, 我甚至在他眼里看到了庆幸, 好像在说, 正严跑路了, 是不是家里的房子就保住了, 他就不会被连累了, 警察来调查过, 询问了一些情况, 那天从酒店离开之后, 我确实去了苏青的家里, 所以对于警察的一些询问, 我都照实回答, 大概是正严, 跑路的理由太过充分, 连警察也没有往别的方面, 怀疑两天以后, 警察带来了正严的消息, 他跑步跑路暂时还不知道, 但确实是失踪了, 目前还没有发现他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的情况, 他们还在调查, 但已经清楚,正严最后出现的地方是西江饭店, 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并且警察通过查询, 发现正严不止一次和那个女人开房, 第一次大概是半年前, 也就是说, 正严是在半年前出轨和送镜在一起的, 说完, 警察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 不只是警察,正严最后是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失踪的消失散播开以后, 所有人都同情我, 知道我被婚内出轨戴了绿帽, 他还直接和别的女人远走高飞, 直接抛弃了我, 抛弃了这个家, 我按照受害者的剧本当场嗷嚎大哭, 然后向婆婆提出了向正严的单方面离婚诉求, 婆婆听到我的话之后, 连装都没有装一下就替我收拾了东西, 巴布的我赶紧走, 好像我这个扫把星走了之后, 他家的正严就会时来运转。 正严的合伙人知道情况之后, 表示了对我的同情, 但他并没有因为正严的跑路就放弃正严该承担的责任, 他低价,将公司被别人收购, 而他依法将房子收回折算了一部分债务, 虽然婆婆极力抗争, 但另一件事的突然爆发, 让他也没有心情在这件事上纠缠, 因为第二天, 传来了保险公司跑路的消息。 他的全部身价八十万, 被骗得一毛不胜, 诈骗经济科的警察来向他们通报情况, 发现这家保险公司近三个月共计诈骗超过三千万, 已经立案侦查, 而我的婆婆听完警察的话, 直接对一旁的牢里头动起了手, 牢里头, 是不是你合伙别人骗我的钱, 我和你拼命, 你这个疯婆子, 我也被骗了五十万, 你还抓我, 我的钱, 我的钱啊, 警察, 他是坏人, 快来抓他, 还我钱, 我的血汗钱。 那一天, 我站在那里紧紧地抱着嬉嬉, 看着从来都是精神雀跃的老太太, 像一个疯子一样, 在地上打滚, 动也没动, 知道我家里最近情况的邻居们, 无不对我投以同情的眼神, 同样不明真相的苏青知道正言出轨跑路时, 更是无比心疼地抱着我。 小柔, 你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是啊, 我是真的值得同情的丈夫和情人跑路, 房子被收, 婆婆家财被骗, 无论站在哪一个角度, 都值得被深深同情, 可是, 我在心里却无比地平静, 结束了一切, 都该结束了, 脱离了这个没有温度的家, 没有债务缠身, 出轨的狗男女也得到了报应, 我报仇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想象中的开心而已, 一周之后, 我带着西西回到了湖南乡, 西老家, 我和爸妈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如外界的那些情况, 照实说的, 他们同样心疼地看了看我, 一辈子老实本分的爸妈, 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不停地给我夹菜, 睡在久违的老房子里, 嬉嬉紧紧地抱着, 我忽然小声地问我, 妈妈, 爸爸真的不要嬉嬉了吗? 看着她的样子, 我的心一阵心痛, 她才三岁啊, 没有得到过奶奶的疼爱, 爸爸也从来没有当她是个宝, 可是她就这样失去了人生最完整的家, 我轻轻地揉了揉她的头, 没有正面回答, 嬉嬉, 妈妈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好不好? 那一晚, 我做了个梦, 梦里, 我清晰地听到行车记录仪里传来的一些对话, 杨哥,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偷了我们的货, 要是让大哥知道的话, 呜, 杨哥, 不要杀我, 你不是说你最疼爱我的吗? 杨哥, 真的不是我偷你的货, 是他, 是他偷的, 你这个死女人, 什么货, 我根本不知道, 你不要冤枉, 他, 你他妈的, 睡了老子的女人, 还敢偷老子的货, 还有你老子对你不好吗? 要什么给你买什么, 你居然还敢偷野男人, 杨哥, 不能放过他们呀, 他们要是出去报警, 我们可就全完了, 你要是下不了手, 我来弄死他, 老规矩, 装到桶里, 用沙子装满, 沉到江底, 是杨哥? 不要啊, 救命救命, 挣扎声, 恐惧声, 咚, 然后是沉默声, 久久的沉默, 我还做了一个梦, 梦里, 清晰地看到, 我自己根据手机上行车记录仪的指示, 来到一处地下车库, 趁周围没有人注意, 我穿着一件黑色的斗篷, 戴着面具, 在一辆熟悉的路虎车底拆下了一个行车记录仪, 然后扔到了河里, 最近太累了, 我甚至分不清那些到底是梦, 还是真实发生过的, 就这些, 这些梦反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他们折磨着我, 让我每晚失眠, 一个月后, 我将那天第一次在行车记录仪里听到张阳和他大哥对话的录音匿名寄给了警方, 我只记了那一段录音内容, 我不知道他们接到这个东西, 以后会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无头无尾, 只有几句对白, 也许只当作一个无聊的信息丢到一边, 也许他们会顺藤摸瓜抓捕一个重大贩毒集团, 也许还会发现一些别的案子, 但这一切都将与我无关, 再也与我无关, 我所拥有的, 只有比我生命还要重要的女儿, 以及一些小小的秘密, 永远藏在心底的秘密。